A'udhu Billahi Minash Shaitanir Rajeem Bismillahirrahmanirrahim 以列班者发誓 以驱策者发誓 以颂读教诲者发誓 你们所当崇拜者却是独一的 他是天地万物之主 是一体切东方的主 我却用文采记繁星点缀最近的天 我对一切叛逆的恶魔保护他 他们不得窃听上界的纵天神 他们自各方被射击 被驱逐 他们将受永久的刑罚 但窃听一次的 灿烂的流星就追赶上他 你问他们吧 究竟是他们更难造呢 还是我所创造的更难造呢 我却用粘图创造你们 不然 你感到惊奇 而他们却嘲笑你 他们虽闻教诲却不觉悟 他们虽见迹象却加以嘲笑 他们说 这个只是明显的魔术 难道我们死后 已变成修谷和尘土的时候 必定复活吗 连我们的祖先也要复活吗 你说是的 你们都要卑贱地复活 才听一声呐喊 他们就沾网着 他们说 伤在我们这就是报应之日 这就是你们所否认的判决之日 你们应当计合不义者和他的伴侣 以及他们是真主而崇拜的 然后指示他们火欲的道路 并拦住他们 因为他们的确要受审问 你们怎么不互助呢 不然 他们在今日是顺服的 于是他们大家走向前来互相谈论 这些人说 你们却用权力胁迫我们 那些人说 不然你们自己原来是不信道的 我们对你们绝无权力 不然你们是悖逆的民众 故我们应当受我们的主的判决 我们却是尝试的 所以你们使我们迷雾 我们自己也却是迷雾的 在那日 他们必定受刑罚 我必定这样对待犯罪者 他们却是这样的 有人对他们说 除真如外 绝无应受崇拜的 他们就妄自尊大 并且说 难道我们务必要为一个狂妨的诗人 而抛弃我们的众神灵吗 不然 他昭示了真理 并证实了历代的诗者 他们必定尝试痛苦的刑罚 他们只以自己的行为而受报酬 为真主的秦纯的众仆 将享受一种可知的激样 各种水果 同时他们是受优待的 他们在恩泽的乐园中 他们坐在床上彼此相对 有人以杯子在他们之间挨刺传递 杯中盛满成全 颜色洁白 赢者无不称为美味 成全中无麻醉物 他们也不因他而酩酊 他们将有不是非礼的美目的伴侣 他们仿佛被珍藏的 驼卵样 于是他们走向前来 互相谈论 他们中有一个人说 我有一个朋友 他问我 你确实诚信了吗 难道我们死后 一变成成土和修谷的时候 我们必定要受报仇吗 他说 你们愿看他吗 他俯视下面 就看见他在火域的中央 他说 以真主发誓 你的确几乎陷害了我 如果没有我的主的恩慈 我必定在被拘禁者之列 我们不是在死的吗 唯有我们初次的死亡 而我们绝不会受刑罚吗 这却是伟大的成功 工作者应当为获得这样的成功而工作 这些更善的款待呢 还是赞苦数 我以他为不义者的折磨 我以他为不义者的折磨 他在火域底生长的一种树 他的花壁仿佛魔头 他们必定要吃那些果实 并以他充施肚腐 然后他们必定要 在那些果实上加饮废水的烘汤 然后他们必定要归于火域 他们必定会发现 他们的祖先是迷雾的 他们却依着他们的踪迹而奔驰 在他们之前 大半的古人却已迷雾了 在他们之前 却已派遣过许多警告者 你看 被警告者的结局是怎样的 除非真主的成洁的仆人们 奴哈却也向我祈祷 我是最善于应答的 我拯救他和他的信徒们脱离大难 我是他的子孙得以生成 我是他的令民远从后代 在各民族中 都有人说祝奴哈平安 我必这样报仇行善者们 他却是我的信道的仆人 然后我是别的人淹死 他的宗派中 却有一不拉心 当时他带着健全的心灵 来见他的主 当时他对他的父亲和宗族说 你们崇拜什么 难道你们舍真主而悖逆的崇拜 许多神灵吗 你们对全世界的主究竟做什么猜测 他看一看心素人 然后说 我势必要害病 他们就背离了他 他就悄悄地走向他们的众神灵 他说 你们怎么不吃东西呢 你们怎么不说话呢 他就悄悄地以右手打击他们 众人就急急忙忙地来看他 他说 你们崇拜自己所雕刻的偶像吗 真主创造你们和你们的行为 他们说 我们应当为他而修一个火炉 然后把他投在烈火中 他们欲谋害他 而我却使他们变成占下分的 我的主啊 就予赏赐我一个善良的儿子 他就一个宽厚的儿童向他报信 当他长到能帮他操作的时候 他说 我的小子啊 我却梦见我宰你为牺牲 你考虑一下 你究竟有什么意见 他说 我的父亲啊 请你执行你所分的命令吧 如果真主抑郁 你将发现我是坚忍的 他们俩既已服从真主 而他使他的儿子侧握着 我喊叫说 伊布拉辛啊 你却已证实那个梦了 我必定要这样报仇 行善的人们 这却是一个明显的考验 我以一个伟大的牺牲赎了他 我使他的令民永从与后代 祝伊布拉辛平安 我这样报仇行善者 他却是我的圣道的仆人 我以将为先知和善人的 伊斯哈克向他报序 我将服予他和伊斯哈克 他们俩的子孙中将由 行善者和公然自报自弃者 我去施恩与摩撒和哈伦 我曾使他们俩 几其宗族得免于大难 我曾援助他们 所以他们是胜利者 我授予他俩 降民的经典 我只是他们俩正直的道路 我是他们俩的令民 永从与后代 祝 摩撒和哈伦平安 我必定要这样报仇行善者 他们俩却是我的信道的仆人 以利亚斯却是使者 当时他对他的宗族说 难道你们不畏惧真主吗 难道你们祈祷拜二里而舍弃最优越的创造者 真主你们的主你们的祖先的主吗 他们否认他 所以他们必定要被拘禁 为真主的纯洁的众仆则不然 我使他的令民远从与后代 祝伊利亚斯平安 我必定要这样报仇行善者 他却是我的信道的仆人 卢特却是使者 当时我拯救了他和他的全体信徒 唯有一个老夫人和其余的人没有获得拯救 然后我毁灭了别的许多人 你们的确朝夕经过他们的遗迹 难道你们不了解吗 尤诺斯却是使者 当时他逃到那只满载的船舶上 他就专究 他却是失败的 大鱼就通了他 同时他是应受谴责的 假若他不是常赞颂真主者 他必葬身于父 直到后世复活之日 然后我将他抛到汉地上 当时他是有病的 我使一颗胡瓜长起来遮着他 我派遣他去教化十多万民众 他们便归信他 我使他们享乐至一定期 你问他们吧 你的主有许多女儿 他们却有好多儿子呢 还是 我曾将众天神造成女性的 他们亲眼看见我的创造呢 真的 他们因为自己的悖逆 必定要说 真主已生育了 他们却是说谎着 难道他不要儿子 却要女儿吗 你们有什么理由 你们怎么这样判断呢 你们还不觉悟吗 难道你们有一个名证吗 拿出你们的经典来吧 倘若你们是诚实的人 他们妄言 他与精灵之间有燕青关系 精灵却已知道 他们将被拘禁 超绝在真主 他是超乎他们的叙述的 为真主的纯洁的众谱 不被拒禁 你们和你们所崇拜的 绝不能把任何人引诱 去崇拜他们 除非是将入火域的人 众天神说 我们人人都有一个指定的地位 我们必定是排班的 我们必定是赞孙真主的 他们的确常说 假如我们有古人所一流的教会 那么 我们必定是真主的 纯洁的仆人 他们将不信真主 他们不久就知道了 我对我 所派遣的仆人们 已有约在先了 他们必定是要被援助的 我的军队 必定是胜利的 你们暂时退避他们吧 你看着吧 他们不久就看见了 难道他们要求 我的刑法早日实现吗 我的刑法一旦 降于他们的庭院的时候 被警告着的早晨 真恶劣啊 你暂时退避他们吧 你看着吧 他们不久就看见了 超觉仔 你的主 宗容的主宰 他是超乎他们的叙述的 祝众使者们平安 一切赞领全归真主 全世界的主 我来说 但你来说 我来说 我来说 你来说